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雄市場 今天是颱風天喔 颱風天最適合的企劃就是 觀眾來進時間 好來 第一封信件是來自 台灣市永康區的大橋一街 這不是鄰居嗎 喔 原來是一個小朋友畫的畫啦 英雄我是一年級的學生 我叫張正 我幾乎每天都有看你的影片 希望你可以拍更多的影片 未來的畢卡索 OK 下面來自屏東市機場北路的觀眾 英雄市場 我叫Stanley 我九月的時候就要生小一了 我喜歡看你的影片 送你一個鯛魚燒 看來這就是鯛魚燒了 看我們這個英雄哥哥不是浪德虛民喔 好 下面來自高雄市前鎮區的觀眾 潘英雄 這是我第一次寫信給喜歡的YouTuber 不然喜歡你的英雄神秘客 英雄玩耀石還有樂高的系列 希望你可以拍更多的影片給我們看 那也恭喜你呢 終於要破百萬訂閱喔 加油 韋燕 只是影片出現的當下可能就是 八萬多少 我不知道 大家按起來 好不好 在這個暑假期間讓他破百 好 下面來自台北市市林區的觀眾 英雄你好 終於決定提筆寫信給鳥 大概是上次在澎湖旅遊的時候看到了IG 發現你居然也在 我們算是看了同一場的煙火 好酷喔 你看緣分就是這樣子 雖然我們互不認識 但是我們看了同一場的煙火 好 可惜沒有遇到你 當時我還很興奮的跟男友說 我喜歡的YouTuber也在這 不知道你懂不懂那種 平常在手機電腦裡隔著螢幕才能看見的人 在現實生活中 能見到本人的興奮感 括號講得我好像是迷妹一樣 看來是女觀眾 我真的非常珍惜了這20%的女觀眾 最近好像20%已經漸漸的往上提升 提升到25%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後來發現我看你的第一部影片 是湯姆熊的1000元實測 真正的入坑是恩歸系列 還有生存的我也很喜歡 那神秘客也是 看到你看阿寶的互動 讓你覺得很可愛 很生活很平易近人 算是集結我喜好的一個頻道 那希望這個頻道呢 持續的做下去 和我們這90多萬的觀眾們呢 一步一步的踏實往百萬訂閱前進 那最近疫情的關係呢 沒辦法出門真的很悶 開始追起以前的影片 國外的四國 還有沖繩 來解無法出國 還有出遊的煩悶心情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去四國啦 好不好 就算沒辦法去 也是看我的影片看一下 四國之旅那個時候是來一個 我自己的心靈之旅 因為他畢竟是要拜訪88間的佛寺嘛 不管是那種深山裡的啦 在偏遠地方的啦 或是說在一些你車子開不了的地方 要走路進去的 那一個月我真的覺得我過得非常充實 希望可以把這個情景呢 用影片來告訴你們 大家去看一下好嗎 好 百萬訂閱之後呢 疫情也趨緩 英雄第一個想法 想去的國家是哪裡呢 埃及嗎 沒錯 我其實超級想要去看一些 非常的雄偉的古代遺跡 像是佩特拉城 埃及金字塔 馬丘比丘 都可以 我很喜歡看那種古代 建造那種烏卡斯基的建築 而且哇這怎麼辦到了 很想親眼目睹一下 好下一頁 那我推薦你一個地方喔 南美洲的一個內陸國家叫做玻利維亞 烏油泥岩湖 有著天空之盡的美名 喔這個我知道 湖面的積水和天空連成一條線 像一片大片的鏡子 反射著一切照片裡有種寧靜的感覺 或許哪天你累了 想沉澱一下 我想這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那希望等你收到信實呢 我們已經在慶祝百萬訂閱了 英雄加油 你的一切努力呢 都是被看見的 辛苦了 在這一路走來的路上 最近看了以前訂閱的Q&A呢 覺得你好辛苦 這邊講的應該是我半工半工那個階段 我有講過嗎 我以前就是要一邊上班 大概八九點就要去上班了 到五點六點 有可能加班到六點 接著吃飯 有時間吃就趕快吃飯 洗把臉就要衝去學校 讀夜校 一直上到十點多 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十一點了 那個時候呢 我才有辦法沉浸下來 想一下我要拍什麼影片 其實有時候回頭想想 蠻覺得不可思議的 就是我到底哪裡來的那種幹勁跟瓶頸 那接下來的日子呢 會有更多的人陪著你 這一次就祝你平安健康 一切順遂 TONI YUM 好 隨興附上的是攝影師的名片 我增長了四五年 有點年代感情見諒 喔原來就是這一個 好了 謝謝你 好不好 寫得非常感動 好 下面是台北市士林區的觀眾 誒誒誒誒 發生了什麼事 哇好酷喔 其實這個我很早就很想買來玩喔 看不到 啊 哇好漂亮喔 這個好像是以前的人啊 書信喔 書寫完之後呢 不是有那個信光合起來嗎 它就會燒那個 一小杯的辣 然後呢 倒上去之後呢 馬上拿一個 類似印章的東西喔 啊糟糕我真的很外行耶 但是我知道有這個東西啦 就這樣蓋 我就蓋出這個東西出來 那個叫什麼啊 霍格華茲的信 齁 不是說像這樣子嗎 欸等一下 這個上面就寫霍格華茲啊 我剛剛舉例霍格華茲嘛 這邊就出現了 你看 霍格華茲 is my home 哇這個排版好漂亮喔 這看起來就很舒服有沒有 英雄你好 我是一位台北市的高中生 剛剛花了一段時間呢 找一個合適的稿紙 發現呢 還是筆記紙最好用了 喜歡英雄呢 是從帶著觀眾看你去 其中失落的礦場 很喜歡這種神奇的歷史感 也很喜歡英雄這種說走就走精神 超級有同感的 常常想去一個地方呢 思考了很久 但去了之後呢 會發現一切比想要狀態簡單 這個也是我堅持的一個點好不好 其實我大概從國中開始 我認識的朋友 大家都是一種說走就走拍的 我覺得找三四個朋友 一起騎腳踏車 到處探險 沒有規劃的 因為我覺得規劃來 已經累了 心情已經累了 到時候你去實踐的時候呢 沒有按照規劃走 那大家就可能 又合不來又會吵架幹嘛的 旅遊啊 或是該放鬆的時候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這是我的見解啦 有些人是沒有規劃 就會有一種不安全感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好不好 從小我的父親呢 就常常帶我們一家大小出門玩 但英雄玩的景點 好像都是我們家沒去過的 雖然說一開始呢 是從旅遊影片開始的 但漸漸的發現 英雄的其他影片也都很不錯 剛開始訂閱英雄的時候呢 英雄好像才70萬訂閱 不知不覺就要百萬訂閱了 那好期待啊 我也很期待 我有一個很大的企劃要做 還記得我之前說的玩具店嗎 有可能會真的開了喔 那最近的所有影片也很好看 所有影片收視率不行啊 我把那系列停掉了 就是那兩三集 大家就加減看一下啦 好期念動心寫信給英雄呢 大概是在2021年的寒假 那結果想了好久好久 才終於在防疫期間動起了鼻 那果然寫信呢 就是一件衝動的事 思考了很久 要給英雄帶點什麼禮物呢 最後決定給英雄帶點火氣印章 喔來了專有名詞 火氣印章 這是一個好看的小廢物 但真的很好看 我也覺得蠻酷的 只是說我到底要怎麼保存啊 我覺得會不會放著放著 它就融化掉了 那這次一篇沒有什麼重點的信 重點就是英雄影片最棒了 祝英雄身體健康 天天開心 早就破百萬訂閱 又又進上 嗯 哇我還蠻厲害的嘛 剛好聖著 好下一位來自高雄四山明區的觀眾 哇剛一打開我眼睛閃了一下 我剛一打開以為是那個波羅蜜心晶了 整個佛光都照出來了 第二我的偶像英雄 我是你的粉絲 那今天也是升高中 看了英雄的影片大概是兩年 也是我第一個訂閱的YouTuber 之前是因為呢 在找Tomica小汽車的時候 知道英雄日常 後來在找日本旅行這類東西的時候呢 又再次看到了英雄日常 括號 四國英雄傳 哇看來四國喔 這個影片系列也是蠻多人看的喔 其實我不瞞你們說啦 我常常回顧我的影片呢 其實是四國這個系列 唯獨四國這個系列呢 每當我覺得煩悶的時候 我就回頭再看我這個系列一次 瞬間啦 心情就會好很多 好 這讓我對英雄日常這個頻道呢 產生了好奇感 看完了之後呢 決定follow英雄的頻道 後來又發現英雄還有其他我很喜歡的系列 每次看到觀眾來信時間呢 我都想要寫信給你的念頭 可是我都不敢 因為不常寫信 而且沒寫信給自己沒遇過的人 不過就是這樣才是奇特啦 就是有一種 你們好像都認識我 但是我不認識你們 然後呢 我又在影片上恢復你 很酷吧 這就有點像是 我以前看那個快樂快樂月刊 他不是都有那個讀者回信嗎 寫一寫之後呢 投稿他就會回應你 好 這次呢 補起勇氣常識喔 因為英雄做過 人生就是不斷的體驗 最近呢高中剛放榜 自己有考上理想的學校 而且英雄有時候說的話呢 真的帶來力量喔 更讓我有幹勁 想要達成自己的目標和夢想 沒有英雄呢 就沒有比以前進步的我 捧成這樣子 我真的 嘖 哇這個尾巴 要翹起來囉 有時候呢 看完你樂高系的影片呢 本來不喜歡的合組 最後有變得很想買回來組 說真的 組完樂高真的很有成就感 還有愉悅感喔 那祝福英雄呢 可以破200萬訂閱 千百萬啦 好不好 千百萬 相信你一定可以辦得到的 最後希望未來呢 可以看英雄一起去探險 by L1L龍 好 感謝 好 因為影片片長的關係喔 接下來是包裹環節 這次的包裹非常之多喔 我這樣目測一下 大概就有六七箱 首先第一個 這個是 高級水果 這個是Red Bull啦 那個時候Red Bull說有的新品 要寄來給我喝看看喔 看英雄日常 在台灣呢 看見西瓜出現的 就是到夏天來啦 Red Bull夏季限定呢 帶來新的西瓜風味喔 我們準備了一個小道具 讓你享受你的夏日西瓜時光 蠻有誠意的耶 這個是西瓜耶 喔 這是一個 一個碗耶 沒了 它是仿造一個水果的概念 這是阿露米耶嗎 給你一堆翅膀 長這樣子啦 Red Edition Red Bull都寄來了 一定要喝一下的吧 好神奇的口感喔 西瓜嗎 西瓜是這種感覺 好啦反正 有好奇的自己去買來喝看看 好 這個長條狀的包裹 是來自 新北市山蟲區的觀眾 這什麼啊 這是海豹耶 哇 鋼鐵人耶 這個 美國隊長 這個是 復仇者聯盟 其實這不是座的喔 你看 有點電板的感覺 然後掉了一堆卡 都是沒拆的 不是啊 現在是什麼情況 沒有卡片 有人知道這個嗎 這感覺很 很花錢的東西耶 哇 浩克 鷹眼 美國隊長 卡牌遊戲嗎 這些海豹我應該會 找一些相框 把它框起來 感覺裝飾一下會很不錯耶 對啊 沒有卡片啊 這位叫做什麼 紫蘋啦 寄來的海豹 感謝你 好 下一箱喔 超大 這是什麼 哇 一堆衣服耶 哇 一堆口罩耶 哇 一堆這個 乾洗手耶 這是防衣大禮包 好多東西喔 快裝不下我的桌子了 這是什麼啊 恩歸的東西耶 這是恩歸的車輛修理工廠 對啦 我順便解剖一下 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恩歸最近沒有拍 因為我在準備一個 好不好 好不好 百萬計畫是跟恩歸的場景有關係的 訂閱點起來 好不好 趕快百萬 我想要把這個計畫給實行 這個是 抱歉 這個是75%的乾洗手 哇 有五罐 哇 圍影的車耶 而且是我喜歡的那種公路車耶 哇 這個也是恩歸的東西耶 這個是Cartel的高架車站的延長組啦 那個這都是吧 哇 真的是耶 車站 這個車站是從大樓裡面延伸出去的喔 這個該不會也是吧 哇 木造的校舍耶 這非常有日本的感覺 我現在真的很像聖誕節在拆禮物的小孩耶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這個是MonoPoly 這個叫什麼啊 大富翁喔 好啦 可以來看一下卡片了 英雄現在疫情呢 非常嚴重 要好好保護自己 那這次呢 寄了口罩一盒 乾洗手五瓶 疫情嚴重的時候呢 再開觀眾來信也要消毒一下 好 那我懂了 這個觀眾非常替我著想 好 哇 它這個明信片也很有意境耶 這明信片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那附上兩台微影的車子 以及一台消防車 我尤其喜歡這個運送玻璃的車子 這等一下拆給你們看一下 知道英雄喜歡蒐集一些公務車 請英雄笑啦 欸 真的 那另外一盒Cartel的高架車站呢 還有三盒模型呢 希望可以納入恩規造證 老觀眾送上這些禮物 讓你邁向一百萬訂閱 翼琳 感謝感謝 真的是非常的有幫助 但是這一些恩規的東西呢 素我興趣之外 沒辦法把它融入進去 因為我有一個大企劃在準備 這個大企劃呢 需要一點時間 是百萬訂閱之後呢 才會跟大家講的 所以就適合我會 想辦法把它融入的 哦 這個就是我說的貼近感 有沒有 在路上是不是會遇到這種車呢 好 另外一台 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 距離上是收到這種恩規大禮包 有一段時間了 好 下一位來是桃園市揚眉區的觀眾 河中河的概念 一台鬼滅之刃的樹霸路 河中河中河 原來我在你心目中是長這樣子是嗎 你好英雄 我和家人都很喜歡你的影片哦 第一次看你的影片呢 是從觀眾來信息的時間開始 覺得很有趣哦 就開始喜歡你的影片啦 出英雄平安健康 希望你會喜歡我給你的 鬼滅之刃多美小汽車 敏捷同學 看來是有在關注的哦 知道我是開樹霸路的 不過我那台XV 基本上小汽車是沒有的哦 現在多半都是森林人 好 這台車的原型是森林人哦 它把它變成伊之助的土刷啦 你看這個車燈變成眼睛了 豬鼻子 哦 在這裡 Forester 森林人 也是蠻酷的啊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合作方式 好 因為時間有限哦 來到了今天的尾聲 這份是來自新北市山床區的觀眾 金媽 到底你什麼經營啦 我過生日了是嗎 一堆圍影的東西啦 哇 這是香港街景嗎 哦 香港的攤販 但是這個比例應該不是64的哦 這比例不知道多少了 然後一樣是沒有來信哦 這邊有一個鐵盒 非常的重 欸 這個是標的廠商耶 Darts Life 真的是標耶 而且是原廠標耶 哇 這個手感舒服啊 我把它裝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一段時間很喜歡打標哦 看這個觀眾也是知道哦 哇 好好懷念哦 好懷念社標的時光哦 又沒有來信耶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誰 我先把這個街景系列先組起來好了 因為它一共附上了三組哦 像這樣子 我等一下會把它全部拆開 然後放一個完整的街景在桌子上 拍給你們看好不好 切換 LATER 完成啦 各位 其實蠻有FU的耶 那其實它這個背板是用貼紙貼的 貼三層 分三個部分 1 2 3 三張貼紙 所以一定要對齊 沒對齊的話就會很慘 然後這個專有名字叫排檔 我不是很了解香港用語 可以看到這邊總共有 炭燒雞蛋仔檔 鮮爺脂檔 糖水豆腐花檔 餐車非常的重喔 金屬的 非常的份量 包括打汁機啦 杯子啦 水壺啊 全部都做死的齁 連在上面 真的很有份量耶 那這個輪胎呢 雖然感覺是可動的喔 不過是非常的卡 不太可動啦 它不是要給你嚕來嚕去的 上面這個鐵皮還有燈泡的細節 可怕的是在後面 後面的話真的讓我驚驗到 有看到嗎 垃圾桶耶 它有這個放瓦斯的地方 打開來要裝東西的 雖然說它不能打開啦 不過它有做出一個樣子 這三個我最喜歡這一圓 椰子汁的 好 接下來看到中間的部分 中間其實前面呢有一個垃圾桶 像這樣子 那它其實還會有一個 整公車的站牌啦 不過這個站牌呢 不管怎樣就是會歪歪的 有點粗膝啊 我就把它拿掉了 這個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是自己手繪的耶 很像用旗筆自己寫對不對 結果好像不是耶 原廠就是這樣子喔 看一下殘車齁 上面就是雞蛋仔吧 我那時候去有買喔 那很酷的一點就是說它都已經把你黏死 就不會掉來掉去的 這台就滿古溜的 雞蛋仔八元 格子餅八元 好 下一位 山水豆腐花 豆腐花我覺得比較驚豔的是上面這個廚具啊 金屬質感有沒有看到 噢 亮耶 那鍋子的鍋蓋啊 亮晶晶的 綠豆沙20 杏仁霜24 那香港觀眾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照這樣子賣呢 那有一個好玩的地方在這邊 就可以打開 豆腐 這個系列的餐車都非常的扎實 拿起來很有手感 很像一個鐵塊 那人物的細節呢 就是一個樣子而已啦 沒什麼細節 到底說這麼大的比例應該臉部啊 或是說衣服可以再做更細一點 他可能重點不是在這些人物 就當我的背景牆啦 好了各位 今天就到這邊啊 那如果想要寄給我信物或說包裹的話呢 歡迎介紹台語局吧這就是要信箱 我就收的到了 那影片的最後呢 來感謝一下探險團後段 也就是3200元等級的一對一好不好 我來跟你問答 感謝這位Noah David 0501 哈囉英雄 我是一名國小六年級的學生 那因為最近畢業呢 媽媽決定送我畢業禮物 也就是訂閱你的頻道 我真的覺得 你可以拿去買你想要的東西欸 3200元真的很多欸 好 看來他覺得這3200元 花在這裡比較值得齁 來 以下有幾個問題想要問你齁 1.可以祝福我和我同學畢業快樂嗎 沒問題了好不好 我祝你跟你的同學畢業快樂 雖然我不知道你同學是誰 2.有打算在疫情比較能控制的情況下 出新的MV歌曲嗎 其實歌呢 我一直都有在寫齁 不過是副歌我就已經有幾個旋律在做了 大概5個吧 那比較麻煩就是主歌齁 要前接副歌啦 然後再把整首歌完整起來 這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第三 最後一個問題齁 也是一個從你剛開始創頻道時的粉絲 他希望你能在頻道最後說 哈密瓜之神這5個字請問可以嗎 謝謝你 祝早日後版案訂閱 哈密瓜之神 OK啦 感謝你好不好 我們很想看到你 好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